大家好,欢迎来到飞飞的家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特别好吃的干姜豆红烧肉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碗中是晒干的干姜豆 将室温水倒入碗中,没过姜豆 在另一个碗中将猪后豚肩肉块大约两磅左右 装入碗中 将室温水倒入碗中,没过猪肉 洒入一小勺盐 用手轻轻将肉块分开 浸泡15分钟,泡出血水,去除腥味 这是这道菜用的配料和香料 香料是用来去异味增香的 肉块浸泡15分钟后,洗净 将肥瘦肉分开 炒锅中加入一大勺油 将肥肉部分倒入锅中 小火慢炒 炒至金黄 炒出肥油 这就是我们说的猪油了 将猪油渣装入碗中 撒上调料就可以吃了 也可以炒菜吃 下面继续做红烧肉 先来炒糖色 锅中的油里倒入50克白糖 锅中的油里倒入50克白糖 小火慢慢使其融化 出现大泡泡 当大泡泡逐渐消失 将肉块倒入锅中 翻拌均匀 使肉块均匀的上色 加入香料和姜块 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加入一大勺料酒 翻炒出水分 再加入热水 没过肉块 翻炒一下 倒入砂锅 加入两大勺红烧酱油 翻拌均匀 放入青葱 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打开锅盖 将香料和葱姜挑出来 放入泡好的洗干净的干豆角 加入一小勺盐 加入一小勺盐 翻拌均匀 盖上锅盖 继续炖煮30分钟 期间翻炒几次 使干豆角充分入味 好吃的干豆角红烧肉就做好了 赶快收藏起来 试试吧 好了 就分享到这 谢谢 下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 打 ello